改革开放总工程师邓小平 由曾德成声演 今日的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在四十几年前 中国内地刚刚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 相对贫借落后 为了尽快发展经济 中央政府大都阔府 推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 透过改革国有企业 鼓励民众创业和积极引入外资 成功令经济起飞 发展一日千里 改革开放奠定中国富强的根基 而功高智慧的 就是被誉为改革开放总工程师的邓小平 好欢迎邓小平 说起近半个世纪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 你一定榜上有名 听说你和总理周恩来一样都去过外过留学 当时的生活是怎样的 大家好 那时候我们不是叫留学 是叫勤工剑学 就是半工读 学费和生活费 全部是要靠平时做工赚回来 我最初是去法国 可惜当时法国经济很差 我们的留学生 找不到工做 学校又没有津贴 结果书就读不成 我就到处找工做 真是什么都做过了 清洁工 搬货 钢铁厂 制鞋厂 辛苦当然是辛苦 最大得着的是 识到一批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加入了他们成立的 女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我还有份帮忙印刷 我们的官方刊物 而当时的编辑 就是我毕生的好朋友 周恩来 之后你就顺理成章加入共产党 后来还去了 苏联学习共产主义 一年之后 即是1927年返回中国 随着共产党南征不土 除了要负责文书工作 还要上前线打仗 真是文武相传 其实 在革命岁月 我们共产党员 很多都是能文能武 既要上战场杀敌 又要做思想工作 还要挨得苦 而我 由在土地革命 长征 抗日战争 到国共内战 走遍很多地方 后来都是跟刘白成元帅搭档 尤其在淮海战役 我们成功瓦解 国民党在长江的势力 可以说是一战定江山 说回你的政治生涯 都不算是一帆风顺 你曾经三起三跌 在文化大革命都被批斗过 甚至几乎要离开共产党 幸好 比极太来 最后主持国家大政 在这么多次政治风波 哪一次令你最黑骨铭心呢 当然是文化大革命 十年浩劫 令到整个国家停顿 外国外党的有息之士 遭受迫害 林彪四人帮这些人 把持朝政 我在文革 两次被打低 第一次 在1973年复出 担任副总理 和中央军委副主席 对文革错误 展开全面治理整顿 但又被打低 到毛主席逝世后 四人帮迅速被粉碎 而在叶剑英元税的支持下 我再度复出 当时我已经72岁 我很希望 尽我一生最后的一段岁月 继续奉献给党和国家 叶祭奎 少平同志 大驾光临 请坐 小平,你下放到江西拖拉机厂四年 现在中央批准你复出 你的工作考虑成什么? 我想了很久 准备主动向中央请认 再次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 哦,真的出乎意料之外 你出来是第一副总理要统管全国的 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就够了 这个是我的真心话 业水都知道我第一次下台 是1933年3月 因为黄明派要打击我们这些 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 到1935年1月 我列席遵义会议 第一次复出 在红一军团 政治部宣传部长 做到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到1968年10月文革时期 我被人说是第二号走资牌 下放江西 我仍一直思考国家的发展 即使在那个处境 我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现在得到批准复出 都想推动科技和教育改革 我计划整顿中国科学院 支持教育部长周荣欣 计划恢复高等教育 好 看来你早就空有成竹 我支持你 不过有个条件 军队你都要管 好 多谢叶瑞支持 那你第一步 打算怎么做 我打算召开 全国科学教育座谈会 听一听 一些老教授老前辈怎么说 刘部长 座谈会的嘉宾教授 邀请得怎么样 大部分都联络到 只是欠长春光机所的光学大师 黄大行教授 我到处打听 才知道他被人捉了入看守所 看守所 有这么严重 长春光机所的书记 是个造反派 动一点就捏造罪名 黄教授曾经在大会上提出意见 就被他送去看守所了 据我了解 只是一个光机所 就有七个人被困在看守所了 简直是无法无天 那还不快将他们救出来 我刚才就跟那边联络 他们说自己是司法部门 就只会听省革委会 我们教育部的指示 他们执行不到 我立刻打给吉林省委书记 叫他立刻放人 明晚十二点钟之前 将黄教授送到北京 欢迎各位专家教授 今次请大家来开会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科技和教育 在科技上 我们怎样才可以做得更好 更快 在教育上 怎知道符合到 配合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包括学制 教材 办学的方针 具体的措施 所以在这里 想征求一下 在座各位同志的意见 我知道 大家还有很多顾虑 但是你们都知道 我们落后其他国家太多了 真的要奋起直追 希望各位同志 都拥有发表 好 查全胜同志 邓夫主席 我想讲一下 高校的招生问题 我建议 招生的名额 改为省市自治区掌握 根据高中的文化程度 统一考试 另外要真正做到 令广大的青年 都有机会报考 以及自愿选择专业 现代的高中毕业生 广大的知识青年 以及那些没有上过高中 但是实际具备高中文化程度的人 都可以报考 好 其实我一直考虑 恢复高校招生制度这个问题 应该由几时开始 现在已经是八月份 如果由今年恢复高校 这个时间来不来得及呢 时间还来得及 今年的高校 宁愿等他迟两个月 否则一大批优秀的学生 就错失上大学的机会 国家的损失太大了 其他人的意见呢 我建议恢复高校制度 好 谢谢周培元同志 还有没有呢 邓副主席 我是黄大恒 考试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们在座的学者 专家 教授 和这么多位领导 很多都是经过高校 才进入大学 再投身社会 所以我双手赞成 宁愿迟两个月 今年都要恢复高校 说得好 恢复高校 好 既然这么多位专家都赞成 那我就从善如流 今年之内 恢复高校 1977年年底 关闭11年的高校考场 再次打开大门 570万名考生 从农村 牧场 工厂 不同地方奔向考场 他们的人生 从此改变 真是全靠你的一锤定音 我们国家 看到深圳的变化 我都很开心 中国人是最努力的民族 我们可能落后过 不过 不过只要法力搞建设 建设法院 建设法院 一定会翻天覆地 一国两制 解决香港九七问题的人 对香港顺利回归 繁荣安定都做出伟大贡献 或者关键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我又开始了 有项 onder 有项 没有 有项